Woo 好嗎 好 這首歌謝給你的啦 我不會給你抽滿稅的 我爸還在跑船 他很不習慣陸地上的工作 到現在還是要跑船 我想要存錢給他跑比較特別一點 我想要給他買水上摩托車 突然沿海一帶就好了吧 去上網去起摩托車關心他一下 有沒有抓到影 摩托車很貴嗎 學上的 還是不要好了啦 外面很多暗交我怕會出事 有一首歌是我媽媽幫我寫這首歌的名字 那時候寫好這首歌的時候 剛好是我媽媽的生日 就是我們嘛 對就是我們 我們部落的年輕人 我們會一起去幫我媽媽過生日那天 想說唱這首歌給我媽媽聽 我想 這是 年輕人聚會有沒有 很喜歡互相 互相 就是 很珍惜 那個團圓 然後凝聚的那種 團結的那種 互相分享的那個感覺 想說唱給我媽媽聽 我媽媽來幫這首歌的秘密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有的不知道這首歌的名字 我媽媽已經聽完之後她很瀟灑 她就說這首歌叫 中文的意思就是西瓜 你們沒聽過我唱西瓜嗎 有 有的有嗎 有的沒有嗎 第一次聽過 有嗎 外面有賣CD喔 然後 放下很快 會現實 就這樣 又沒有要逼你買 喜歡再買嗎 然後就是那個說 做這首音頻裡面 很有趣的就放這首歌 然後我媽媽就說 為什麼要叫西瓜呢 因為一個人可以吃掉一粒 蘋果一粒橘子 沒辦法吃掉一顆西瓜 所以西瓜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那時候我年輕人聽到這個 就覺得很慚愧 我們看到西瓜 就只有想到清涼 徹底清涼 覺得自己很熟悉 沒想到 就是在老人家的生活智慧裡面 還有這麼多 很有很有意義的故事 從此之後 我只要看到水果 就我媽媽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 媽媽生死了 沒有什麼意思 芒果也沒有 沒有 只有西瓜 也只有西瓜 想太多了 我們都一樣都很熟悉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西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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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